2019年,第18届巴巴南蓝世界杯,将在中国拉开维舞,届时,32支国家队,将向世界冠军发起冲击, 而现在,NBA的新赛季已经开在两周,让我们把目光放在这些效力于世界最高水平篮球联赛的各国国家队主力身上, 来看一看从11月1日到11月4日四个比赛,日中那些表现出色的国际球员们,NBA二唱坎80分76元, 在本周来了两连胜,战胜快船的比赛中,NBA得到41分13篮板,战胜活塞的比赛中,他再度砍下39分17个篮板, 两场比赛砍下80分,可以说是统治级的表现,这里不得不说一说76人主场迎战活塞的最长比赛, 恩彼得早在上赛季和德拉蒙德的对决当中就结下了两次,尽管两人在场下关系很好, 但在场上竞争性十足,上一场输该活塞之后,大帝在这场比赛中憋足了劲, 他看场就面对德拉蒙德连的7分,上半场在4分钟那造成德拉蒙德三次犯规, 让他早早就无奈坐上了把凳席,最终,大帝上半场就砍下32分, 全场比赛得到了职业生涯,新高,那23次罚球数并命中了18球, 恩彼得的篮球天赋是相当可怕的,他从2011年才开始接触篮球, 而到了2014年,就成为了NBA选秀大会中的碳花秀, 如今更是向着联盟MVP的目标发起了冲击, 他是现在非洲篮球的现役第一人, 但由于身体的原因却没能代表卡麦, 龙队参加过国际大赛,目前的世界杯日选赛非洲区中, 突尼斯和尼日利亚队已经拿到了通往世界杯的门票, 但卡麦龙队仅仅排赛小组第四,想要出现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被低估的希尔德·萨克拉曼托国王队打出了惊人的六胜三副开局, 目前排在西部第六位,他们已经取得了五连胜, 而在这五场当中,巴迪希尔德的高效表现, 是球队能够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连续五场砍下20加, 在11月2日大胜老鹰的比赛中三杯球齐头五中得到赛季新高的27分, 作为2016年的六号秀,考新思交易中的主体, 来到国王的希尔德, 获得了更好更自由的成长环境, 他也不负众望, 职业生涯三年中得分逐年底增, 本赛季至今更是在得分, 篮板,助攻, 投篮命中率, 三分命中率上都创下了生涯新高, 不知不觉的, 希尔德已经成为了联盟中最优秀的年轻的分后位, 最被低估的神射手之一, 希尔德早在大学时期就曾代表巴哈拉国家队参加比赛, 他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但本次是预算, 他并没有参加, 巴哈拉队也因此在首轮旧小组店里回家, 不过, 在未来, 巴哈拉会成为美洲篮球, 不容小吃的一份子, 因为他们现在不仅有了希尔德, 还有太阳队的壮狼的安德烈爱顿, 最佳阵容亚历克斯, 阿布里内斯, 西班牙25岁的阿布里内斯, 不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西班牙亚篮的主力, 在NBA中也成为了威少身边最好的帮手之一, 11月2日对阵黄蜂的比赛, 雷霆队一度落后多达19分, 阿布里内斯在下半场从板凳皮上挺身而出, 三分球石头五中砍下25分, 他的火热手感也彻底解放了威少, 最终二人合力帮助球队逆转取胜, 阿迪希尔德巴哈马赛季至今, 希尔德场均19.8分6篮板, 2.8助攻, 是国王队的队内得分王, 如果他能继续将自己的高光表现连续下去, 他的场均得分, 将轻松突破20大关,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也将会注意到, 这个在大学时期的投射能力和斯蒂芬 护理平起平坐的巴哈马小伙子, 杨尼斯阿德托坤博, 希腊字母哥在调整了身体状态之后, 再次打出了强势表现, 对着凯尔特人, 他得到33分11个篮板, 但无奈没能逆中篮下关键球, 球队四分吸败, 似乎我们看到字母哥砍下30加10, 就已经像勒布朗砍下选三双一样习以为长浪, 而现在的他一阵在像当年的勒布朗一样, 率领着他的球队在东部打出一片天地, 乔尔·安·彼得·卡麦隆, 大帝的表现已经无需多言, 24岁的他仍在全方位, 都提升着自己的比赛, 在保持健康的同时打出了更好的稳定性, 最近的两场比赛中, 他一场是在最后关头挺上而出, 帮球队稳住局势, 另外一场则是开局阶段就统治比赛, 利用自己的娴熟技术将对手撕裂, 多慢, 塔斯萨伯尼斯立陶宛小萨伯尼斯很好的遗传了他父亲的篮球基因, 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在队中打上上发, 而出于战术层面的考虑, 他被教练安排在了替补席上, 但他依然兢兢业业业, 终于, 在本周迎来了爆发, 他在11月1日战胜尼克斯的比赛中12投12中, 得到30分10篮板, 成为了自2001年的卡尔玛龙之后, 首位至少12投全中, 并砍下30分的球员, 最说,